男为了得到花季少女 居然收留他的残疾妈妈 去自己工厂上班 他表面对母女照顾有加 可每次看见少女 他都垂涎欲滴 猥琐男跟妈妈旁敲侧击 开玩笑要他把女儿嫁给自己 可听见这话妈妈瞬间变脸 他四十岁离异 女儿刚成年怎么能嫁他 可猥琐男嬉皮笑脸 嘴上说着乌言慧语 以为妈妈听不见 谁知他直接给了男人一巴掌 妈妈虽然耳聋 但没人能拿他女儿开玩笑 没等猥琐男反应过来 妈妈就气愤地走了 可他不知道 这个假装憨厚的男人 并不是真的开玩笑 他来到女儿允英打工的咖啡店 想探听他的活动轨迹 女儿还不清楚危险正在靠近 反而因为他是妈妈的老板 热情地请他喝咖啡 看见允英忙碌的身影 猥琐男热辣的目光 控制不住地打量他 得知允英今天聚会回家晚 猥琐男趁着夜色喝了许多酒 潮热的天气 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等允英聚会完回家时 猥琐男合上了火机似乎决定了什么 他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等允英再次回头 猥琐男一把将他揽进草丛 少女醒过来时 自己已经衣衫不整被侵犯 他没有呼喊而是愣在原地 因为这个男人 是他一直相信的好大哥 可猥琐男并不害怕 而是不慌不忙地整理衣服 他早就摸清少女的底细 允英父亲死得早 他们孤儿寡母根本没人管 而此时妈妈等不到女儿回家 正在焦急地四处寻找 他还不知道 女儿正在不远处的草丛里 妈妈给允英打电话 刚好被猥琐男听见 他挂断了电话 反过来威胁允英 胆敢报警就让母女俩好看 少女只能大口喘着气 他很害怕 一切发生得太快 这时远处传来妈妈撕心裂肺的喊声 男人邪恶一笑 欺负女儿还不够 他又打上残疾妈妈的主意 允英留下憋屈的眼泪 母女俩相依为命 想到妈妈要和他受一样的屈辱 允英抓起一块石头 朝为索男狠狠砸去 男人阴声倒地晕了过去 可允英并没停下 而是一下下砸向他 允英早就失去理智 他只想保护妈妈 远离这个人面兽心的人渣 当允英清醒过来 他已经坐在警察局 可警察认为他不该把人打死 就算遭到侵犯 也要犯人认罪才行 而且他并没呼喊 无法定义是侵犯 女孩心灰意冷 只要妈妈不受伤 自己怎样都行 虽然妈妈让他寻求媒体的帮助 可允英不想活在 别人指指点点的目光下 最终女儿因防卫过当 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残疾妈妈得知结果 跪下来祈求法官宽大处理 可就算母女俩哭得撕心裂肺 也换不回女儿的自由 本以为牢房里 都是凶神恶煞的坏人 谁知跟人面兽心的假好人比起来 允英的委屈被这些坏人致运 知道了少女委屈的遭遇 御友们偷偷给允英 准备了新的洗漱用品 还拿出不舍得吃的大餐招待 就连背负五条人命的大姐大 也悉心地开导她 允英慢慢适应了监狱生活 也开始有了笑容 妈妈来看望她 允英开始还假装坚强 可听见聋哑人妈妈 为了她努力学习说话 一字一句地发音 懂事的允英再也控制不住 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母女俩泣不成声 可上天却不肯放过 这个可怜的女孩 这天允英高烧不退婚了过去 去医务室却得到一个噩耗 她居然怀了那个人渣的孩子 少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才19岁的年纪 竟然怀上了侵犯她人渣的孩子 少女挣脱玉瑾 哭着逃出去 玉瑾在身后追逐 不断喊着她的代号2037 可那并不是少女的名字 她叫允英 她只想回家 允英防卫过当被判五年 怀孕的消息更是晴天霹雳 少女哭着跑到铁门口 不断拍打她想找妈妈 她想挣脱这个牢笼 此时玉瑾敢来抓她回去 允英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使劲挣脱 可她怎么是玉瑾的对手 允英悲痛欲绝 她不明白 为什么上天如此不公 因为逃跑她被五花大绑 关进小黑屋 她悲痛得蜷缩身子 这个毁了她一生的人 却给了她一个生命 可孩子终究是无辜的 隔天牢房大姐大接她回去 允英抓破肚子衣衫不整 她只能冻死自己和孩子 那一刻看着嘴唇发紫的女孩 这个背负五条人命的大姐 心疼地抱起她 允英想活下去 可这世界却不给她一条活路 允英疲惫地回到寝室 室友们却因为孩子吵了起来 一方让她生下孩子 另一方让允英打掉 两个姐姐为此还大打出手 仅仅十九岁的允英 根本不知该怎么办 为了不让残疾妈妈担心她怀孕 允英拒绝了和她会面 妈妈来了一次又一次 可每次都期望而来 却失望而归 允英想自己解决这个麻烦 她打碎了工作室的玻璃 拿起碎玻璃使劲扎进肚子 因为玻璃并不锋利 她扎得不深 允英疼得浑身是汗 却被室友短发女看见 她从小被父母抛弃 最讨厌把生命当儿戏 短发女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拿轮胎使劲砸她 她一脚脚踹向允英 少女只是默默忍受 她知道自己怎么做都是错的 御警带走了愤怒的短发女 看见挨打的允英 担心她胎儿受影响 御警带她去医院才发现 允英已经怀孕六个月 可胎儿像知道妈妈不喜欢她一样 说起来不肯长大 允英听见孩子的心跳声 紧张地握住手 她第一次感受到 有生命在自己肚子里 而允英也终于等来好消息 重审的法庭上 法官给允英翻案 改判有期徒刑一年 可韩国法律规定 六个月以上的胎儿不允许打掉 眼看允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她却无可奈何 为了哄她开心 御友给允英准备了惊喜 夜晚趁她睡着 御友们接力溜进厕所 原本互相看不顺眼的犯人 因为允英和孩子的出现 变得越来越和谐 隔天允英惊喜地发现 厕所居然画满了波斯菊 这是她最爱的花 害羞摇曳就像她听障的妈妈 她轻轻抚摸墙壁 想象妈妈就在身边 允英充满力量 可御友们并不知道 这是他们给允英最后的惊喜 花季少女怀了侵犯她人渣的孩子 可法律却不允许她打掉 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 允英有了自己的打算 她先是伪装头疼 每天去医务室拿纸痛天 然后趁室友睡着 偷偷把药塞进提前准备好的罐子 她画了自己喜欢的波斯菊 写好长长的信迹给妈妈 各育友都在期待宝宝的到来 他们把模范生的裤腿剪短 给孩子做了小衣 脾气暴躁的短发女 偷偷做了孩子的玩具 就连一直严厉的玉井 也塞给他们一盒针线 在所有人的期待下 允英的羊水终于破了 她没有呼喊任何人 像早就准备好一样 忍着剧痛大口喘着气 她挪向装有去痛骗的罐子 倒出一大把塞进嘴里 疼痛已经让她浑身势透 她艰难地爬起来 拿出提前给室友写的信 允英在等待命运的宣判 因为她早就做好了 和孩子一起赴死的准备 等室友们回来 允英早就奄奄一息 大家手忙脚乱呼喊狱警 可到了医院 允英已经一时模糊 医生使劲安压她的肚子 想让她把孩子生出来 可允英丝毫不使力气 她没有任何求生的欲望 既然恶魔毁了她 法律也抛弃了她 允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 和这个世界再见 御友们焦急地等待允英的消息 而此时他们却收到了少女的绝笔信 她感谢每个给予她帮助的人 在她19岁的人生里 这些犯过错的人 却比假装好人的强奸犯 给了她更多温暖 御友们失声痛哭 有时候与人相处 并不只看表面 而此时残疾妈妈得知女儿生病 坐车着急地赶来 她顾不上跑丢的鞋子 只想知道女儿安危 可等她亮腔地来到病床前 允英已经昏迷不醒 成了植物人 她一直等女儿回家 可现在她却不省人事 妈妈说不出一句话 只能绝望地哭喊 她的女儿之前还好好的 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 她光着一只脚 去买了女儿最爱吃的披萨 想等她醒来一起吃 可当妈妈充满期待回到病房 女儿还是没有醒来 她不想接受这个现实 不断抚摸着女儿的脸 也许是感受到妈妈来了 也许是上天的怜悯 隔天允英的手指 居然神奇地动了 阳光洒在摇曳的波斯局上 清风拂面 有个女孩拽下一片花瓣 那正是五岁的允英 希望在梦中 她从未受过这般苦 几年后 妈妈正在熨烫一件西服 桌上摆了一张 公务员的面试通知 那正是允英梦寐以求的工作 妈妈看着卡片出神 下一秒一个声音喊着 妈妈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